我們現在來到清浦 這裡是A18跟A17的中間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高鐵呼嘯而過 聽到高鐵就想到阿斌 大家好 這邊是清浦高鐵站前 A17 18過來17 18過來17 這個高鐵的軌道 你今天帶我來這一個建築物是 我也掌了個姿勢 大家看到這個抬頭會覺得這是 台灣創駕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對對對 所以你是怎樣 你以為是創造區域高價的房地產 我一開始心中是這麼以為 我這麼短促的姿勢 你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是不是 對對對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叫創駕學會 創駕學會 創駕學會其實本來是一個宗教 日本的一個宗教叫日聯正宗 日聯修 在富士山腳下 它的那個廟叫做大石寺 它是一個宗教 宗教學 有一點宗教性質 但是它後來就改成學會 我也搞不懂 今天把我的知識解獲 日本大石寺 我們之前都有去過 但是後來因為他們有分 有一點紛爭 最後分兩派 一個是創駕學會 另外一個是日聯正宗 現在日聯正宗 不知道還在不在 還好你幫大家都解釋 我連他的經文我都會念 南無妙法蓮華經 這麼透視 很熟的 我對宗教很熟悉 沒錯沒錯 有信仰 天主教基督教 什麼回教 然後什麼 我還去過 岩湖城的摩爾門教的聖殿 含養這麼深 猶太教的教堂 在歐洲很多個 我都去過 所以問我宗教的 我還可以跟你對上兩三句 還好我們幫大家 終於證實了這個東西 不然每次坐高鐵 會看到這一棟 到這一棟在幹嘛 還以為這是在研究區域 對 它真的叫創駕學會 OK 那現在我們來到這一區 是說這一區 好的案子可以看 今天剛好有一個網友分享說 他在這邊二樓的商辦 也是大平市 二樓的商辦 就是我們前面那個社區 城市勳章 也是宜城的 因為宜城早期蓋的 這種歐式的建築 後面是那邊 宜城愛美館 就比較新的 新的感覺 跟舊的就有很大的落差 我覺得新的感覺 就沒有這種經典的感覺 舊的歷久明星 新的以愛美館來說 其實也是蠻有設計感 對對對 OK 所以我們現在是說 直接走過去就可以了 對 它就在捷運的軌道旁邊 這樣會不會吵 旁邊 其實我是覺得 你會想到的缺點 建設公司也會想到 所以它裡面的玻璃 一定都是我特別 加強的 對對對 而且它這個不是住的 它這個是辦公室 辦公室 這應該也不是 二樓的 這麼嚴重 對啊 然後旁邊有一個公園 很多人帶小朋友來這邊玩 新埔就是很宜居 再來就是親子活動 親子活動很多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Rumbell的一個評比 它是 我們到了這個城市勳章了 就是看到這個店面都開了 是 飲料店 賽屁股 銅裝 室內設計 然後這個事務所 室內設計事務所 Sever-Eleven 對 全部的店面基本上都已經 滿足了 我們的是在二樓 它這個很特別就是說 它的商業用的 都是一二樓 沒錯 那是分開的 二樓算是商辦事務所 一樓就店面 一般我們這樣子 以現在來看的話 通常都是一二樓一起賣 是啊 現在就是 它當時在賣的時候 是把它分開 對 它有獨立進出口 獨立進出口 而且不用進到社群 就這一戶嘛 是不是 182號 182號 這一個啦 這一戶 它的門 就在這邊 所以你等於說招牌 這邊也可以用一個招牌 上面也可以燒得 玻璃帷幕 上面玻璃帷幕也可以貼 對啊 那我們再進來 OK 好 全部都是這個 食材的 食材 大理石花鋼石的 二樓 燈開了 走上來 有一個階梯過來 這個是純辦公室 純辦公室 沒錯 店在這邊 那現在看起來應該 有重新 感覺粉刷過 自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個沒有電梯的 所以你 所以 沒有那個 無障礙設施 沒有 所以 如果是要做一些什麼 復健科好像不是 不會啊 現在也有這種 就是 升降 喔 所以我要開診所 其實這個也可以啦 就是要看明目 有沒有符合 喔 好 那這個就是這樣子 上來 你說有那種升降的 所以如果要做 你需要也可以改裝一下 是啊 那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格出來的 所以你也可以拿掉 看你要不要 看你要不要做這個 然後 它就有三個空間 一二三 三個 我們先從最外面這邊看 喔唷 這個還做這個 指紋鎖 總經理室 總經理室的指紋鎖 好 進來了以後 欸 它這個以前是做什麼 搞不好是室內設計喔 以前樓上我就不是很確定 啊 但是你看起來也是相當純辦公室使用 也是純辦公室使用 也是純辦公室使用 好 它這個因為這一面有西曬 所以你在這邊會比較熱一點 但是它有做這個百葉窗 是啊 所以整個是OK 那這個是當時建商就已經用了 就是花崗石 整個是花崗石 然後現在這邊是有一個老闆的桌子 對 一個老闆的桌子 旁邊這個是幹嘛 這個 這個是移動器 可能是這樣 之類的 好 這個桌子在這裡 那這邊可能可以再放個會議桌 可以啊 放個會議桌 長的會議桌 開會的時候可以在這邊討論 然後這邊有一些文檔 放個置物架 置物櫃在這裡 那看出去就是剛剛我們高鐵的那個 軌道 還看到飛機起飛 對 剛剛講的聲音可以感受一下 完全沒聽到聲音啊 沒錯 所以你會care的 那個建商也會設想到 建商也會設想到 當然 它是隔音窗可能做得還不錯 然後這個都做這種平板燈 是啊 好 這是而且它這個做這種no touch no touch 感應開門 感應開門 它這邊啦 持續在這裡啦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office 可能這樣子partition 隔起來可以 如果隔的大家空間都ok 大概可以弄個十個位置 差不多 各五 各三 三三三之類的 地插的拉 地插 地牌 這都已經都拉 拉線拉好 所以公司規模如果是中小型的 其實這樣子 其實就非常夠用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是 這個空間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轉過來 它這邊又有一個 這應該是茶水間之類的 你這邊放泡麵啊 餅乾啊 以前最喜歡大家來這邊摸魚了 但是這邊因為茶水間是開放式 所以沒辦法摸太久 因為老闆從那個玻璃那邊直接看過 就看到你在幹嘛了 不要摸太久 知道嗎 這邊 廣播系統 欸欸欸欸欸 阿彬阿彬你在做什麼 欸 怎麼在泡麵櫃停留這麼久 喝咖啡就好回過去半天 喔喔對 好 那接下來這有一間 這個也應該是會議室還是什麼 會議室 剛剛那一間是主管室 主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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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空間 可以看你怎麼利用 有些公司它不需要這麼多的會議室 就是啊 收集區也可以啊 對對對 我是覺得 這個這一道牆喔 再把它擋開 然後你要隔一個會議室 就隔一個 八人或者是十人的會議室 大概這個的一半就夠了 不用浪費太多的空間 剩下還是可以規劃成工作區 甚至是 這邊 這可以隔成兩間 這邊 儲藏室 因為有些公司它必須要有 樣品啊 或儲藏室的區域 Demo區 然後這邊一半做成會議室 就是這個可以切兩半 然後它還有一個後陽台 是不是 當時宜晨很貼心 還做這個 讓員工可以在這裡洗衣服 家裡衣服沒洗 可以來這裡洗 然後這邊冷氣的隔障 後陽台的部分 中庭啊 所以他們也是社區的住戶 所以社區的一些規的東西 也可以拿來用啊 在那裡 管理費也沒掃繳 管理費也沒掃繳 那我們就是有看到齁 有一些像隔壁的住戶 它好像是把冷氣是掛在外面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很佔空間 其實你也可以 應該可以掛到外面去 這就看你 我不知道這個可以看到時候 管委會怎麼規定 好 然後還有一間廁所 這邊還做一些櫃子 這個使用面積就有34坪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欸 廁所蠻大的 還有還可以洗澡 體恤員工如果 晚上太晚回家 可以在這裡先洗個澡 沒錯 怎麼會 怎麼會這麼 對員工這麼好 要把太多的地方當成家 馬桶這個 這個小便斗也才剛換過的感覺 沒有 標配的 可是怎麼那麼新 對 OK 好 我們剛剛從外面創架學會 講到這個辦公室 是 上通天文 下通地理 什麼都會啦 隨著阿兵來聊天 想要了解什麼都可以 沒問題 把妹也很厲害 忘記了 忘記了 不曾學會過 不能 不曾學會過 好 那這個房子呢 就是在我們高鐵A18跟A17的中間 對 然後在 這是什麼路 領航路嗎 還是 高鐵南路 聽到高鐵南路 兩個字就知道 他離高鐵非常近 對 然後離交流道也很近 直接上國道2號 所以不管是去國道1號往北南 國道3號往北南 甚至到機場 是 到全世界各地 都非常方便的一個地點 上個交流道 一些的道路 上個交流道什麼都有 然後要去桃園市區 要去高鐵特區 都在旁邊 近在咫尺 之後領航北路那邊 也會有到機場的替代道路 現在也正在鋪射了 快好了 之後也會有就對了 OK 那我們好好分享一下這個房子 你說這個房子 它的室內使用 因為辦公室 我們還是用室內使用空間 室內大概34屏 因為我從螢幕的表上面 螢幕上面看到 它這個是LED燈 所以會有那個頻閃的問題 大家看了如果不舒服的話 還是要轉向 一樣 因為這整區都是LED燈 好 這樣OK了 所以你說這個是幾屏的 總屏的話是56.94 56.94屏 配一個車位 那車位破掉呢 車位大概是佔8坪多 8坪 所以大概有46坪多 46坪多的一個建坪 對對對 那它的使用空間 單程使用34坪 34坪 就出租辦公室通常都講 室內使用空間 對對對 那這樣子 46坪的一個房子 再加一個平面 總共56坪 56坪再加一個平面車位 對對對 這樣子屋主開價多少錢 2850萬 2850萬 對 這樣子的話 好像跟住宅沒有差多少 差不多 差不多 OK好啊 那如果說你最近有需要這個辦公需求的好朋友呢 也歡迎可以問一下阿兵 又下方有他的聯絡房子 應該不是只有這一個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問一下阿兵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的新房子要 這附近的移層的也好 或者是潤泰的 新復發的也可以 都可以請阿兵幫忙銷售 辦公室想脫售也可以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的新房子 想要分享買房心得 或者是裝潢心得 歡迎跟我聯絡第一則留言 我有聯絡方式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